大家好 这里是苏晓河教训书 我们今天继续彻射马云的事情 浙江的周江勇 就是所谓的浙江新军的官场的窝案爆发以后 当时就牵扯出马云 在马亦军服的股东的问题上 跟官商搞勾结 完了以后就引起一片哗然 当时马亦军服还出了一个公告 说这个是造谣 没有任何证据 公司要采取进一步的法律的行动 按照正常情况你想想 这么大个事 背后有官场的影子 不叫官场的影子 在浙江的话有顶级的官场的后台 虽然周江勇夸 但是他背后有很多个人 是不是 还在外面 完了以后 马亦军服马云又是这么大一个中国第一的商业大拉 你说这两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 要收拾你造谣的 收拾你胡说八道的 那还不分分钟的事情 是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到马亦军服出了一个公告 一般人就是瞎的就是撩裤子了呗 就是不说了呗 就赶紧把文章给删了 免得惹麻烦 但是没想到就是没想到 更大一篇文章出来了 我刚刚看到 所以我赶紧跟大家说一下 我导播是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的里面的一些个说法 而且整体看完了以后 我并不觉得它有太多的道理 就是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呢 是吧 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呢 我先把这个文章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很唬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而且内容极其详细 标题叫什么来着呢 叫做按住马懿收拾老虎 背后水之声终于可以说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表示 这个标题我觉得你要做八卦新闻的媒体 财经八卦是吧 是一个好标题 就先把马懿军服给摁在地上吧 不让他干吧 也就是包子迪的绝杀行动啊 就是中途叫停 不是中途叫停 临本已脚的时候叫停 不让马懿军服上市吗 这个事情当时我就说过了 这是人类有资本市场以来 人类有资本市场以来 最大的事情 无论是他的玩法 还是他所涉及到的金额 还是对于整个香港股市 这个中国股市包括美国股市的影响 真的 以及当时牵扯到的人 都是人类有资本市场以来最大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新闻 这个是这套玩法 那只有这个细胞子才能玩出来 别人真的不敢这么玩 所以说细胞子这个人你得佩服他 他真的是敢干啊 当然这个标题的意思是说我按住蚂蚁的意思是这样 收拾老虎了 现在老虎看上去是周江勇啊 是吧 其实周江勇相比之下是小老虎了 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这篇文章 也就是说买一群服上市背后 还有特别特别多的老虎 是吧 特别特别多的老虎 完了以后 之前不让说 是吧 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 这个文章整体看完了以后 我并不认可他呢 但是他里面讲的事都是真的 就是说一个公司他要上市 他肯定要有很多原始股东的是吧 他要邀请很多人来参与的 你没有人过来跟你投资的话 你没有去找到一些铁杆盟友的话 那谁来玩呢 是不是没人跟你玩 是吧 上市公司是怎么上市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所谓的IPO发行 你首先 你得有大量的前期的资本运作 你邀请很多全世界的资本的大鳄 来跟你一起玩 来跟你砸钱 来跟你买你的原始股 完了以后 再把IPO发行以后 大量的散户过来 大量的市场上没有邀请过来 第二波人过来 是吧 完了以后 人越来越多 最后就赚钱 第一波股东就赚大法的 就抽走了 然后第二波股东又赚大法的 又抽走了 是这么玩是吧 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游戏 所以说你 你说马亦进行他要上市 他要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 要加入他的原始股东 这个东西是一个月灵俗成的一个玩法 你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难道就马云一个人去上市吗 那谁来买他的东西呢 是不是 其实就是个原始股的销售问题 说的简单粗暴点 是吧 但是问题是 马亦进行里面 到底他的原始股东西哪些人 是怎么玩的 这个东西有意思 知道吧 就是你看完了以后 你会觉得 卧槽 我们老百姓真的是打酱油的 中国的这些个资本游戏 这些个所谓的市场 这些个那个的东西 全是一帮他们的官商购物界 全是他们的这个戏那个戏 跟老百姓啥关系啊 是不是 什么共同富裕 什么这个那个的 纯粹是乱搞 所以你看完了以后 你又觉得原来中共的所谓的内斗 中南海的内斗是政治内斗 然后你跑了马亦进府里面 以后你会发现 还是那帮人还是他们在泪斗 只不过是他们从中南海下水道 一群老鼠在那里咬 是吧 咬完了以后又跑到马亦进府 跑到马云的门口又一同鸟 这边我那相当有尿啊 我跟你说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公司没上市 你按照我了解的一些个 对公司的这个产权呢 或者是公司战略的一个 一个保密的一个东西啊 这些问题是不让说的 是你而且你是不能说的 为什么他能说 你看他是终于可以说了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一定是一个超级大佬 下面的一个写手 真的不是一般人 超级人我跟你说 然后他就念了一个这个excel啊 他就搞了一个表 然后里面有哪些人呢 首先有国家队啊 首先有国家队社保基金中投公司啊 这是国家队知道吧 完了以后有中金系啊 中金系你要知道是哪些人啊 中金系是朱镕基那边的啊 基本上属于江派 这完了以后有有这个叫什么 中央电视台啊 中央电视台也在里面啊 它是品牌推广费用 完了以后还有一些个这个什么博鱼系啊 博鱼系是哪个家做的啊 博鱼系是江江泽民啊 这个江绵恒的儿子啊 以前在广西摆设啊 做过相伟书记的这么一个人 后来去做生意去了啊 博鱼系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国开系 国开系是哪个家做的 国开系是陈云家做的啊 陈云他们一起玩的啊 所以国开系看上去像一个国开金融啊 像一个这个国家队 其实是陈云家做把持的啊 就跟这个中国的电力啊 是李鹏家做的好像是国家队 其实跟国家队没什么关系 全是他们把持的啊 还有一些个很有意思的人 比如说还有这个郭广昌啊 还有这个史玉柱啊 这些个江湖上的人 所以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他都在你知道吗 所有的公开的政治方面的一些个大佬 和这个市场层面的商业的大佬 他都在里面 这个东西他符合这个马云的人际圈子嘛 马云是中国的首富 既然是中国的首富 他跟这些个各个层面的各个维度的大佬 无论你是政治大佬 还是这个市场大佬 还是商业大佬 他当然都认识了 都是朋友了 马云就会要上市了 这么一个有前景的公司 马云给他们打一电话 马上就啪啪啪啪啪去多来玩呗 都在说个滴 滴滴 就是赚一大把呗 那你那可不是一点点是吧 而且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人 比如说有赵薇啊 这样的一个明星是吧 还有这个明天系 明天系是谁叫的 明天是邓小平家族的 是邓小平家族的你知道吧 那很有意思吧 你完了以后你还提到酒 说这个马云这个人呢 特别的爱喝茅茶酒 说这个马云这个人呢 为什么跟这个有一段时间 老是夸习主席伟大了 他私底下说马习主席是个傻逼嘛 是吧 习包子是个傻逼 是个二百五嘛 但是曾经啊 他们这个花了大精力啊 去巴结习主席这一块 知道吧 他们说在北京啊 有一个有一个商业的协会 马云喜欢搞这些事情的 马云不是搞了一个泰商会啊 根本柳团只两个人搞的啊 马云还搞了这个什么什么 但是湖畔大学也是了 也是一个商业协会了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私人企业家 就是民营企业家搞着一些 非政府组织的啊 因为对一个社会一个市场的 这个所谓的市场资源 它的整合它是有作用的啊 我在做公司史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事情 在公司史研究的时候我的书里面写的有 比如当年的上海 比如比如什么黄金融啊 是不是是不是 比如当年的什么余佳钦的啊 比如当年的这个什么 哎呀各种人知道吧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 它囊括了整个中国的最一线的企业家 啊然后抱有钱 宋子文做总理的时候 国库没钱了 跑过去找这个上海总商会借钱 就这么牛逼啊 有什么事啊 因为蒋介石有什么事要干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政治商业的中心啊 他都在上海啊 虽然他的首都在南京啊 但是南京没什么人啊 主要在上海玩 所以说上海总商会超级有影响力 而且上海总商会还办了一个这个杂志 我跟你说 这个杂志是当时民国国民党搞的时候啊 那是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中北京的财新吧 1.1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所以企业家玩这些东西啊 商会玩这些东西啊 企业家联盟玩这些东西啊 它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个人是支持的 因为政府太大了吧 你必须要有一些民间组织 把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把它叙失掉 这样一个市场才会活跃 资本流动才会更快 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马云当时啊 在10年前曾经在北京搞了一个叫做 茅台会 你一听就呵呵一笑啊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消息呢 也是采取这个下三路的方式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视频啊 你要具有低不能具有高 你不能一天到晚想个思想家 其实也没什么短思想 是不是 完了也就扯了些有的没的 我做节目不一样啊 其实我跟他们那些个假装有思想的 相比我的思想肯定跟他们要多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都是躲得早啊 是不是 这个 就搞了一个茅台会 就专门去品茅台酒 马云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 跟包子弟一样的 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 而且只喝一种酒 就是茅台酒 低于50年这个陈亮不要 知道吧 所以茅台会里面的酒都是好得不得了 那你一听你就明白啊 包子弟这个人 又是在哲乡做过省委书记 又是这个10年前 又是法定的啊 共产党的法定的啊 这个国家主席的人选啊 同时呢 又是这个 爱茅台酒 爱的跟跟跟跟 爱的跟什么似的 是不是啊 所以你说有这么三个因素 你说这个马云和习包子他不熟 他之间没有勾兑 没有没有交往 他鬼都不信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这文章写这么一个段子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太有趣了 我赶紧分享给大家 说马云特别爱喝茅台酒 专门这个呃 组织的一个茅台会 他自己出任这个茅台会的副会长 那会长是谁呢 是不是 有很多人说有这个那个 还有我听 我赶紧跟北京那边打电话啊 然后完了以后发了微信说 他们说哎 茅台会的会长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吸包子啊 吸包子特别爱喝茅台酒 全世界爱喝茅台酒的第一人是吸包子 第二人是马云的 一个是会长 一个是副会长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茅台会就就就就 悄悄的就解散了 就没搞的呢 是吧 我知道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会啊 你比如在那个什么啊 金宝街那有马会啊 是吧 有各种会 是吧 啊 豪华的很 那你真是不是你一般人啊 完了以后还有这个 后来是因为这个包子迪他要要接班了嘛 要做总书记的嘛 要成为国家的一尊了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茅台会啊 毕竟是酗酒这个事情 你说出去不大光荣嘛 就把这个会去解散了啊 所以说这个马云呢 是非常了解吸包子的 为什么马云在私底下说 操啊 这个习近平是个傻逼啊 啥都不懂是吧 一同乱搞 啊 私底下有时候喝就喝多了 说这些话 但是你想想 在包子迪和马云之间 那些听话的人 那会会会选择站队站谁呢 难道站马云吗 那当然表面上站马云 那私底下一定站包子迪 你说是不是 所以马云在酒桌上骂了 骂他的一些话 那肯定要传到习包子的儿子去 你说是这个意思吧 就像当年这个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主持人在那里骂毛泽东 在酒桌上叫逼什么来 逼附近 然后就开个玩笑 是吧 结果这个酒桌上就有人 把这个视频给录下来了 然后就就就放出来了 结果导致这个逼附近一辈子 都连结一大把了 这个工作也丢了 是吧 中国到处都是这种告密的人 马云这个人呢 是赚钱赚肿了 赚风了 赚顺了 所以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而且你会发现他真的很了不起 你看江泽民系 是吧 朱镕基系 是吧 陈云系 你说他妈的都在里面 你知道吧 不得了了 你说是不是 你说有这样的人 还有这个邓小平系也在里面 你说 你说他怕谁呢 是不是你想想 假设你是马云 你怕谁 但是你从这个 你从这个表格里面 你从这个ESL的表格 股东构成里面 你发现还真没有这个什么 还真没有习包子的这个商业敌国的影子 习包子的商业主要是他的 是姐姐 是妹夫 姐夫嘛 叫邓什么来着 那操控嘛 那姓邓的那个人 他是和这个王建宁是绑得很近嘛 习包子的商业的这个触角 主要是在王建宁那边 王建宁里面 就是万达公司给了给了邓小平 给了习包子的这个 啊 妹夫吧 是吧 一个很高的一个股权呢 和很高的一个公司的地位吧 然后通过这一块呢 运作全国全世界的资本嘛 他这样完了 也就是说你他妈妈已经不搞了半天 你这个有这个有那个有 结果你他妈的没有习主席的实力 为什么没有习主席的实力 那北京这边朋友说习主席现在全国反腐 马云他有想也有这个想法 啊 但是呢第一呢 他以前他以前骂过这个包子的喝酒 是吧 啊 是是一个酒鬼 是个傻逼 完了以后现在习主席全反腐 你把这些东西搞到习主席的 旗下面的趋势好像有点不妥 人家也不见得就就就就认可了这个事情啊 所以就是 哎 也许吧 只能说也许啊 习包子里面是没有在马亦金服占一席之地的 所以我当时看见马亦金服所有的事情干完了 就只需要时间一到去那边去敲锤 啊 马云这个这个马云穿着这个燕尾服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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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敲一个彩蛋 这个事就就OK了 结果居然就叫停了 所以我说人类有史以来资本市场啊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新闻 居然就被包子这个干成了 居然被马云给撞上了 所以我是觉得啊 马云这个人呢 他自己也知道啊 他跟柳传志他们说过啊 在泰商会里面说过啊 说这个什么 说我知道我这个人的下场很不好 哎呀 其实不好啊 你从这个架势里看啊 关键是这个文章怎么出来的 到底他娘的是谁在写这个文章 他啥都知道 你知道吗 啊 你跟赵薇怎么怎么搞一块的 你怎么在泰商会 在那个茅台会 品酒的当会长的 知道吗 各种人 呦呗 牛差 这文章超长 你知道吗 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这背后一定有个巨大的这么一个力量 在推动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们也有的时候啊 不要瞎猜的啊 不要觉得什么 又是这个什么什么白手套啊 不是不是不是白手套 叫什么白帽子啊 又是什么深层政府啊 又是什么这个什么 叫做什么光明会啊 这些材料都没意思啊 都没意思 说来说去 人类社会他就那么简单 他就是一个钱啊 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全人类拜马门的时代啊 全人类这个拽这个什么 拜金牛肚的时代 是一个全人类联合起来作恶的时代 那是要遭报应的 我跟你说没得说啊 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犹大他为什么要要出卖耶稣 就是因为钱人为财死鸟为人亡啊 人类社会没有那么多这个随一惊一乍的 特别了不得的事情 就是一些在人性的深渊啊 就是一个是名啊 一个是钱 一个是色 哎 就这么几个东西 美国之所以搞成这样 都是那些个官员 那些个议员啊 都是钻到前眼里去了 那最有钱的就华尔街 所以就官商结合 那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马云啊钻到前眼里去了 完了以后大量的其他的人也都是想发财 都是为了钱 所以也有官商结合 全世界就是一个官商结合的这么一个世界 就是一个拜金牛堵的世界啊 这一代人都要不死光 这个是人类社会的灾难不得消停 上帝正在兴起他的正义的力量啊 真正的正义在高处啊 在惩罚我们这个乌七八糟的时代 我们这些个人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也不是一群东西啊 我们也是人为财死 鸟为人亡 没有一个义人 所有人都是垃圾 包括你啊 也包括我 就是这样 你以为呢 哪有那么多什么什么什么 惊悚的外星人呢 没有的 人类社会永远都是自己埋葬自己 且等着吧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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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